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 拔正道第七条 正力 你正足道 心不懂时故 由此可指 正力关系重要啊 你正道 你足道 静宗学会成立 我们从经论里头 解学 修学的五个科目 因为修学 越简单越好 绝不可以太多 绝不可以太杂 多而杂 反而受不到效果 所以一定要精简 所以我们 学了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就是 敬业三福 是从 观无量寿经上 选择的 非常重要啊 我们要常念啊 这是修行的 大根大本 无论修学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行叫 密叫 中文叫下 无量法门 都是从这个基础上 扎根的 它有三条 是一句 我是把它配在 舍暴图 方便图 同居图 我把它分配在这个地方啊 第一条 校养父母 奉祀司长 慈心不傻 修十三业 这一条要做不到 决定不能往上 震足双修啊 震修 是弥陀经上讲的 致尺名号 一心不乱 这是震修 啊 弥陀经上 这两句话 就是 无量寿经的 第十八月 啊 我们用这个震修啊 可是震修 还需要 还需要 住心 为什么 没有 没有 住修啊 你的震修 决定 不能成就 换一句话 是 住 是住正的 没有住 那个正 就变成 偏邪了 所以古大德 有提倡 本月念佛 现在日本传的 本月念佛 有必必 他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啊 一为 单单持 第十八月 这一句佛号 就能往生 错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世界经义 我们中国人家 断章取义 错了 他不知道 无量寿经 每一句经文 都包括全部的经典 华言经上说 一级十度 都级十页 四十八月 任何医院 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月 那一医院才是圆满的 第十八月为主 他要不能圆满包含 其他四十七月 第十八月有欠缺 不圆满 这个道理 他们疏忽 他们疏忽了啊 所以 现在人讲的 本院念佛 不是古来祖师大德 所说的 用的名称 跟古人一样 内容完全不一样 效果 效果当然不相同 所以教 不能不深入研究啊 祖师大德 人也不得理 那你就有罪过了 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所以 无论修修哪个法门 尽业三福是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不管修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功 就像盖房子一样 这是地基 这是打地基 你没有好的地基 你怎么能够盖得了房子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懂啊 孝阳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 都落实在十善业 十善业要是做不到 前面三句都是空话 用什么来效仰父母 修十善业 你父母换血 我这个儿女是善人的 修十善业 才是真正奉司司长 老师欢喜 学生善 所以 离开了十善案 孝亲尊师 幽名无实 所以 这一条做到了 一心念佛 求愿往生 决定生 凡胜同居图 凡胜同居图里头 有三倍九平 那就看到你功夫前身 功夫前身 正住两边队伍 三福的第二句 受持三规 举足众戒 不犯卫 这是 从第一条 再进步到第二条 第二条里头 决定包括第一条 换一句话说 你能够做到 这个气质 从孝阳父母 到这个 居足中间 不犯卫 你能把这气质做到 念佛往生 身方便 游戏图 不一样啊 如果再把后面四句也能做到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那你往生 决定是神 实报专业图 我是这个想法 敬业三福 是祖修 也是朕修 真正其辱境界 朕祖是一不少 怎样念佛 你能把这些都做到了 都叫做念佛 校养父母是念佛 奉司司长是念佛 慈心不傻是念佛 修世山业是念佛 字字句句都是念佛 这叫做念正足道 念子在此 决定没有深念 深念就是忘掉了 初学的人总是免不了 常常深念 所以 每一天要修忏悔 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忘掉了 时时刻刻 要提醒自己 所以念佛人 为什么要带个念珠 收上哪个念珠 念珠的用意 就是提醒自己 不要深念 一看到这个念珠 马上就想起来了 这使念珠很大的作用 所以念珠不仅是技术 最重要的是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的正念 不单要常常提醒自己 实实在在说 我们周边环境 一切人看到这一串念珠 他也知道念佛 他会动这个念头 会不会念呢 不一定 但是他会起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好念头 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归神 归神看到你这串念珠的时候 也提醒了他念佛 命养念力 所以念佛人 带这个念珠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大了 好处可多了 要懂这个道理 提醒一切众生的正念 我们佛门里面 有很多人不晓得 我们供养佛像 绝对不是崇拜偶像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 说我们迷信崇拜偶像 错 佛教里头所造的这些像 无论是终造的 尼俗的 采画的 都是提醒我们真面 用这种方法了 都是自信真 我们见到释迦摩尼佛的像 提醒我们仁慈 亲近 释迦摩尼这个名号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 对人要仁慈 对自己要亲近 摩尼是亲近的意思 亲近极灭 这个梵文叫摩尼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像 就想到我要以慈悲心待人 我要修自己的亲近性 对自己要亲近无人 对人一定要仁慈 仁慈博爱 是这个意思 用这个提醒自己 绝对不是半偶像 所以阿富汗那边把这个佛像炸毁掉的时候 他不懂这个意思 他以为是我们是半偶像 所以他不晓得 这是提醒 一切众生 要以仁慈博爱 对人 要以亲近击灭 修养 观音菩萨是提醒我们 慈悲也 地藏菩萨是提醒我们 孝尽的 听到这个名号 见到形象 就想到经典里面的教训 用意在此地 哪有民心 它是属于教学的设施 教学的工具 现在教育里面讲的教具 阿尔佛教的时候 这个教具是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 这是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文化造型 要懂得这个道理 好 这一条就讲到此地 偶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